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九如肉品的创办员许志伟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董事小姐 好 大家都宣布老板为朱董对不对 对 为什么会叫朱董 因为我在一年 疫情的一年前 对 疫情的前一年 我有做台湾生鲜分体猪肉直播 在脸书上 对 然后大家在上面称呼你为朱董 对 所以有一个疫名出来的 其实很明显就是为什么叫朱董 其实就九如肉品 它主要就是在做我们台湾中替的一些肉品 对 OK 那老板我想问一下 九如肉品这个品牌成立大概多久 将近三十 三十年 对 所以其实很早就出来做这件事情了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肉品我觉得好像不是 大家那么应该是说肉品相关的产业 大家都会理想到说是不是接家业 那九如肉品是接家业吗 嗯 嗯 家业是有做关于猪的 对 事业 但是我做的是猪肉的事业 哦 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产业啦 对不一样的产业 等于说老板你是自己自己在重新创一个品牌出来 对 OK 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娶你叫九如呢 因为高雄有一个酒如叫流道 是 他们那时期很旺盛 是 那个叫流道真的很旺盛 是 结果我就想了说 诶 他是 他是国智的酒 是 然后我给他换成永久的酒 哦 啊 乳是我老婆的名字 诶 哇 你甜蜜耶 所以我就把它取为九如 哦 长长久久 然后又有老婆的名字 对不对 长长久久如意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名字也取得对啦 因为没有取这个九如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经营30年的时间 对 而且还是持续的成长 对对对 但是前面有提到说 其实家里虽然是做跟猪有相关的产业 可是其实跟肉皮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老板你在一开始经营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时候 有 是 就是遇到口蹄液跟921道地震 哦 口蹄液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老板你的酒大概省力多久 一年而已 哇一年而已哦 对 哇那很多人应该称不下去哦 照理来说啦 对对对 那口蹄液那时候你是怎么称过去这个 口蹄液那时候就是很很惨了 是 一天卖不到两个颗人 哦 结果都是靠我老婆他们这边两家的人哦 就是有一些邻居啊 是 我葬你娘 就是说 你放心啦我女婿女儿卖的猪肉哦 保证简易合格的啦 是是是 绝对不是口蹄液的猪啦 嗯 从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婆婆妈妈 嗯 一直来看 一直来买 就说真的没有问题 是 然后也有一些那个是感谢那些 各大食品厂的老板 是 对 他们的力挺 哦 那是让你至少有一个固定的量啊 对对对对 OK 那还有提到说921可以大概跟我们讲到921是怎么回事 921真的回想起来很恐怖 是 921那个一夕之间啊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嗯 但是一样啊 隔天一样要做生意啊 是 结果很惨淡的 因为我们是靠近车隆浦断层 哦 因为 呃 老板那时候市场是在大理区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的正央是在南投那边 其实是很近的啦 对 他是正央在南投 但是他有一条麦叫做断层 叫做车隆浦断层 是 而且大理区再进去一点点就是车隆浦 是 是 对 所以他那时候周边啊 大理区啊 很惨淡 有一些大人我们忙很多大人 有一些房子也都很快 是是是 那时候我们就是 猪肉也也摆出来了 但是就没有人 第一 大家忙着救灾 还有迷震不可能停 是 第二 你看这些 有的人都跑去那个收容所来 因为他在家里 所以那些我就那时候我就号召了菜市场的人说 干脆这样吧 反正我们也没人买 对 我去号召一些菜市场的说 你要捐什么 捐面包啦 你要捐什么 我们把这些东西齐一层 我们再去那个避难所 是 因为那个避难所 就是他们有在那个军营里面 是 有的在学校里面 就把物资再去那给他们吃啊 嗯 不然 你看那个面包 不新鲜的不好 猪肉不新鲜的不好 干脆我们就把这些物资 发送出去嘛 对 捐出去 当天就可以消消耗完嘛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想法很好 是因为反正我们卖不掉 那如果说你要浪费的话 不如去把它捐给需要 对 这种动作我们持续做了将近一个月 哦 每天这样子 对对对对 即使说有人来买猪肉 我们也是会留一部分 是是是 因为我们赶快就是那个避难所 那个真的很可怜 那个有的大帐篷 有的大帐篷在里面 他们是在等 等什么等放食物 你去看了 你会真的会起鸡皮疙瘩大 那时候我们都会很感谢老天 今天是我们送来 不是我们在这边等人家送 是啊 这个就我们就很感人 嗯 所以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一个要做 是 所以朱董也是秉持着这样子的 领域 一直在经营这个品牌 对不对 对 因为确实 我觉得会很感动的是 一样我们都是在大里去 对 可是我没有受财导 我没有影响到财导 但是这些人 他们是很多都是需要被帮助的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不管做各行各业 其实我们要懂得去饮水思源 然后要懂得回馈给这个社会吗 对对对 那这样子921过后 我相信生意应该是有慢慢的回馈吗 有 那老板的生意有越来越好吗 有 哦 我也认为说这个或许是老天有看到我的一面善心 是是是 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得到的给予出去啊 所以我觉得老天确实是会一直让你拥有的 那就如肉品老板你自己觉得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捩点 就是一开始从摆菜市场啊对不对 那到后来我相信生意量越来越大应该有一些转变对不对 有 因为那个生意越来越来越大 然后我在旁边找了一家买平的厂房 嗯 买平的厂房 然后我自己设计了动线规划 然后安装那个就是冷冻 冷冻部 冷冻部也有 还有安装一个低温处理室 哦 那个低温处理室 因为猪肉的密度很高 对 如果你没有马上给它降温 它的猪肉很容易变质 是 所以我们那个低温处理室是 好像是我们 我不敢说我们是第一个吧 嗯 但是至少小规模我是第一个 是是是 就是安装这样子的设备 对 就为了要维持我们肉的新鲜度吗 对 哦 然后我们把它降温了 再分解 分解再分流 因为分解有分粗部分解 细部分解 是 还有再分流 再包装 一定必须要把它的温度降下来 猪肉的密度太高了 是 而且你温度没有降下来会容易自身吸取 嗯 尤其是夏天 对 对 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嘛 或者是A屠宰厂 如果放在那边太久 对 你没有处理它 其实很容易自身吸取 对对对 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食安的问题 对 尤其是老板你刚刚有提到的说 有接到我们食品厂的业务嘛 嗯 然后有可能便当店的 有 或者是甚至可能有一些小贩是跟你们 叫肉来卖的嘛 是 就是你要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去负责任 对嗯 这个就是一种责任态度 对 他们接受到的东西品质一定要好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巩咐客员的一种方法 对客人他会相信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宝 我们品质的一直就是品质 稳定 对他们才会说是一种成长 那你有听说有顾客是吃到 不是久无的肉品会知道的 对不对 竟然竟然有那个婆婆妈妈跑来说 我今天我昨天去早上 我昨天去找吃那个买猪肉回家煮 嗯 我家的人竟然吃得出来 说你这个不是在酒屋买的 是 我说问他们说奇怪你们怎么吃得出来 他们家人说不出他的感觉 但是不止一个 嗯 是很多客人都这样说 是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对我觉得因为如果说我们是吃其他的食物 有那个辨识度 我觉得还还OK 但你说肉 哇既然已经有做出一个 大家已经吃到都知道说 这不是久无的肉 那就表示你们的用心是有被看见 对对对对 那随着我们增设这个厂房 然后还有我们引进了一些低温的设施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 业务越来越多了吗 有 真的越来越多 越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哇你们敢用这样的设备 你们敢开这样的厂房 那就表示说你们重视这个产品吗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一个 可能原本只是在赛事场贩售的一个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对不对 对 因为必须很很少 因为做生意 很多生意的人把力资摆中间 是 但是你要反向反方向的思考一下 你看你把力资摆中间不一定赚得到力 嗯 你要花一些投资把设备做好 让客人安心 让你的品质 就是稳定 是 这样客人在接受你的赏品 他会觉得说 就是跟人家的不一样 是 我觉得我们做 我们做的每一步用心都会被看见的 对 然后包含到我们 其实桌上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周边产品 像我们是有那个香肠嘛 这也是你们自己在出力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肉松 猪肉松 而且那个logo也很可爱 其实是老板的脸吧 是不是按照你 然后帮你戴了一个很可爱的那一个 就是小猪的帽子 这些礼盒是 有其他的行销人员帮我出的吗 这些女儿 这些礼盒是我们 我们儿子跟女儿 自己想出来的 哦 儿子跟女儿 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也把自己工作的部分 投入在我们90肉品这个品牌身上 对 那年轻人有没有做出一些比较跟前辈不一样的做法 他们做的 他们有比较新的想法 idea 嗯 对他们有比较新的 他们也比较了解年轻人现在的需要 是因为时下最流行就是网路的部分嘛 对 那前面提到直播也是女儿跟儿子的处理的吗 对 哦 那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有抓索的时机点啊 这种东西要 我觉得是说要讲天使地利人和 是 对因为他们两个在疫情的前一年开播 哦 疫情的前一年开播 嗯 然后隔一年就遇到这个 疫情 疫情很严重啊 对啊 因为那时候大家没办法出门 其实直播买东西非常的好 对对对 所以必须搭配天使地利人都要 对啊 不然谁知道 对 疫情是一下子就来的吗 对对 OK 那我也想问一下老板 那目前的九五若品其实是已经非常稳定了 那你自己对这个品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或想法 规划 就是我现在慢慢的就是第二代要衔接嘛 是 我慢慢有推到幕后 是 然后呢 我有时间我想要去找各地的美食 嗯 如何怎么样结合我们的猪肉 会把它变成更创造成为了 会把它变成更创意的料理 是 因为猪肉喔 它有分 其实猪肉现在喔 有分很多就是我们比较专业啦 有分春夏秋冬有四季的东西 是 对 虽然大家都只知道说猪肉排 都只知道是煎煮炒炸鱼 这样而已 是 然后呢 有一些创意是需要灵感 嗯 要去结合各地的美食 各地的文化 各地的特产 嗯 融入我们的猪肉 是 对 这样客人在吃猪肉 他才不会说 欸 每次都是猪肉 啊 没有创意 是是是 这是我 再来的规划 啊 因为其实在肉品这边的一些业务 已经可以慢慢的有人接受了 对对 然后有人可以解决这一些 你就可以开始去想 你真正 哦 其实想要去做的很多事情 可以去完成的 我相信过去自己在做生意的时候 应该是都很忙 三百六十五天不在休息 我们 我们 以前做生意 就是小孩子来认识 还想没有帮忙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做而已 不知道什么是休息 对不对 我们休息会生病 对 做就不会生病 就会生病 突然闲下来的时候 就开始症状就出来了 对 就是只知道做 好 是 做做做 做一直做 嗯 那 其实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想法 然后网络很发达 资讯很多 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前辈以往的经验 有很多不一样 可是我还是想要请你读懂 用你这几年来的经验 应该是说三十几年来的经验 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些鼓励 或者是一些建议的话 经验不敢当 是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缺少的 好像是毅力跟耐力 这是朱董这边观察到的 对 很多现象 对 因为随着网络的发展 他们想要看到的成果都是很快速 是 修车也好 机械也好 任何行业都好 万事起头难 嗯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两三 是是是 但是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说 从底层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累积 累积经验 嗯 慢慢取金钱 是 他们要的是马上的成果 嗯 这个真的是这样 因为新闻在报 好多好多那种网络诈骗 其实都是这样啊 就是什么 在家用手机操作 就可以马上赚多少钱 那就很多因此的受骗嘛 对啊 所以其实相对来讲 年轻人现在是 比较没有耐心一点点 对 所以必须要 储备着 毅力跟耐力 是 因为 这种东西喔 你如果说 必须要有经验的话 有经验就是要有时间嘛 嗯 要来换取你的金钱嘛 是 但是有经验跟时间 不一定你能够突破你的瓶颈 是 因为每一种行业 都是很乏味的 嗯 没错 就是很乏味的啦 因为你每天 做这些工作 都很乏味 然后会造成你自己的瓶颈 没有办法去突破 是 但是 你要怎么突破 你要去寻找工作的乐趣 嗯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 你要找出它的乐趣在哪里 嗯 这样调试你自己 才能够突破你的瓶颈 啊 不要想说一天直接想 哦我要工作又要工作 都每次都做这些 其实很多东西 它都有很多的美美咖咖咖 对 只是你没有去发掘它 嗯 你只有两只手动 这样像机器人这样而已 你没有慢慢的去寻找工作的乐趣在哪里 是 你只知道工作所以你会觉得很乏味 你没有办法去突破 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个瓶颈 然后就会产生倦怠 然后就做不下去 好久换工作 然后就换 你常常会三个月换一次 三个月换一次 三个月换一次 这种习惯如果你没有去克服 永远都是三个月换一次 或许严重的就是说 一年完你的事业 好 贵你又回家吃贵贵 等等 那其实朱董我觉得你讲的也非常对 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想要快速成果 可是其实在一个行业里面要待得久 包含我们现在在做直播 如果你就是要播不播的 其实也没有人会来看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同一个道理 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耐心跟毅力都放在这边 才有办法去翻转我们的人生 对 OK 好 那其实我相信经营久如这么久 老板应该也会非常欢迎 有一些新创的品牌来一起合作 让这个猪肉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如果对合作有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 或者是想要上直播购买你的产品 你是可以在脸书搜寻什么 诶 猪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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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品水 水产肉品直播 水产肉品 所以水产也是稍微有带到是不是 对 因为有些我婆妈妈 他们都认为说 诶 猪董 我在这边买猪肉 但是我缺鱼耶 那你一起忙 对 他就说 顺便 顺便带个鱼 好的 那就是顺便带个鱼 就是水产 一些雷虾 像不类的 是是是 那些鱼 哇 那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主要想要服务这一些支持你的顾客 对 让他们更方便 方便就好 因为婆婆妈最喜欢就是我在这一堂都买得到 对 买一次就好 对 对 那 如果想要支持我们酒肉品的朋友 就欢迎上网搜寻我们的猪董水产肉品直播 然后也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猪董在直播台面前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愿意来让我们专访 然后让我觉得真的提醒到年轻人很多一些我们可能还没经历过的事情 但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谢谢 谢谢猪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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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